毫无预兆的一瞬间 在数百米开外 一把凌厉的飞刀 就这样不偏不倚的 射在了古格拉斯脸部一寸的位置 狠狠的将刀刃 刺进了木板之上 古格拉斯吓得寒毛倒树 冷汗直流 还没等他恢复过来 又一柄飞刀顺势飞出 而这一次 居然是扎在了古格拉斯脸颊的另一侧 终于吓得这胖子痛苦地喊叫了出来 而伴随着这声音一并出现的 还有那几百米开外 徐扬几个人哈哈大笑的声音 毫无疑问 古格拉斯是被徐扬这几个家伙 当成了人肉靶子 成为给徐扬几人增加游戏乐趣的一个筹码 而此时 徐扬灵瑶以及李斯特和小丑四人 正在一边喝酒一边游戏 过起了极度舒适的神仙日子 你还是直接弄死我吧 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简直令人绝望 古格拉斯痛苦地呻吟着 声音刚落地 又一柄飞刀飞了过来 而这一次 这把锋芒毕露的刀刃 竟然是刺在了他的手臂下方 仅仅是差只毫厘 就会将他的整条手臂切断 不着急 这仅仅只是游戏的开始 古格拉斯 我们阿阳老大问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团队 成为我们荣耀战队的一员 古格拉斯一脸懵逼的瞪大眼睛 他原本以为徐扬等人囚禁自己 仅仅是为了取乐 而现在听到李斯特这样一句话 古格拉斯才终于明白 阿阳几人真正的目的 我这些年都没有亲自组建战队 不过李斯特你应该很清楚 我和这萨尔城的城主 破朗西斯夫妇有着结议之情 如果非要给我划分一个战队的话 我和他们两个应该是同一个战队 在没有得到他们两个人的同意前提下 我是根本不可以加入其他任何人的队伍之中的 这有备我们当初结议时的誓言和道义 听到古格拉斯这么一说 小丑和李斯特忍不住对视一言 哈哈大笑起来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死胖子 在我们的面前跟那两个海贼头子讲道意 我甚至觉得那两个家伙已经把你给忘了 仅仅只是在他们想要喝酒的时候 才会光顾你的黑玫瑰酒吧 而他们当初与你协议的根本目的 仅仅只是为了节省一顿酒钱罢了 你可真是一个憨厚的酒馆老板 总是让自己吃亏而便宜了其他人 难怪像我这种臭名远洋的骗子 也可以在你的酒吧肆意妄为 李斯特说得很激动 手中的飞刀又不老实了 在话音落地的一瞬间 又一次甩出了一柄飞刀 而这把飞刀不偏不倚地洞穿了 古格拉斯头顶上的那一只苹果 古格拉斯已经被吓尿了 他甚至无法分辨出头顶滴落下来的水滴 到底是自己的血迹 还是苹果破碎流淌出来的果汁 我古格拉斯这辈子杀过不少修士 但从来没坑过一个身边的人 这是我做人的准则 从来都不可以被违背 而事实上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品质 才让徐扬一直留到他现在 同身边的灵瑶对视的一眼 两人皆是相似点了点头 这个死胖子虽然有些抠门 资助比较 但他有情有意信守承诺 具备组建战队最最重要的优良品质 一旦上了战场 我们可以放心地将自己的后背交给他 我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 实力不足没有关系 我有很多种办法帮你们提升自己的能力 但如果品质不行的话 就算强行把他绑在身边 也永远不可能与他擦出什么火花来 米斯特和小丑同时将目光落在了徐扬的身上 那老大依你之见 我们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 他不是和城主夫妇有结义的关系吗 咱们就亲自去一趟城主府 找他那个结义兄长 好好聊一聊 也帮谷格拉斯判断一下他这般有情有义的人 究竟结交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徐扬留下剑齿虎和小星星守护谷格拉斯和马戏团 而后团队四人直奔城主府 彼时城主府大殿之上 一个穿着海贼船长服装的中年人 怀中正意味着一个容貌绝色 身材几乎完美的浪发女子 这女人手中攥着两把无比精致的粉红色手枪 而在这大堂的尽头 百米开外的位置 捆绑着足足十个拥有黄颜色灵光气息的灵修 而看他们身上的着装 应该都是来自敌对势力 地魂战团的俘虏 哦 亲爱的 我有点想念古和拉斯那个死胖子了 这一次咱们出海收获泼风 一走就是一年多了 白兰蒂早就已经喝光了 也不知道那个死胖子最近怎么样了 有没有减肥 他胖得像个球一样 已经快走不动路了 普朗西斯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没关系亲爱的 如果他真的走不动了 咱们就当他是一颗球 走到哪儿就将他踢到哪儿 说到底他也是咱们的结义兄弟 就算他真的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那也只能死在你我手中 普朗西斯城主的话音刚刚落地 徐扬四人便就这样凭空出现在了大堂之中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 躺在普朗西斯怀中的女郎 双枪同发 转眼之间便开出了足足十几发子弹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子弹全都在徐扬身外三尺的位置 停止了前进 噼里啪啦地掉落在了地上 似乎来了几个实力很强的客人呢 亲爱的 女郎从普朗西斯的身上走了下来 两人身上的气息同一时刻变得无比凌厉 牢牢锁定在了徐扬这四人的身上 哦 我想起来了 昨天侍卫还向我通报来着 说是有几个不开眼的家伙去我们的兄弟那死胖子古格拉斯的酒吧当中闹事 我们的城防护卫战队出面帮忙 却被那几个家伙教训的不轻 现在看来你们几个人就是去黑玫瑰闹事的罪魁祸首了吧 不等我二人抽出时间来处置你们 居然主动前来投降 你们这样的精神觉悟我倒是蛮喜欢的 作为荣耀队长 徐扬露出了冰冷一笑 一句废话没说 直接打了一个响指 头顶上方的虚空中 迅速扩散出了一道精神烙印来